山陀兒 颱風 霞帶好大雨 清洗基隆 許多地方都傳出積淹水 以及土石泥流的情況 其中在仁愛區的市路民宅 傳出土石崩落 基隆市議會議長通知委和市議員鄭文廷 也立刻和當地博外旅長邱三元到現場 勘哉慰問 其實過去常常在國產署的土地跟市政府之間做一些拉扯 大家用公文往返往返往 問我們要不要除草 要不要怎麼樣維護什麼的 我覺得太多的繁瑣程序 讓民眾其實也鋪滿了很久 其實早就應該把這個隆梯做完 但是來做一些防護 電波的一些防護的工程 但是沒有 因為就是土地持有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很多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政府來重視 市政府應該跳出來 繼續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預防性的策略要做整排 因為它不是只有兩步 今天剛好這一步掉下來 讓民眾非常擔心 那其他會有非常擔憂 我想應該聚工所應該做一些更綿密的處理 就是說預防性的把整排的民眾都做一些安置跟測 會對大家的安全會比較保障 另外在仁岳路119項 也同樣發生民宅旁土石崩落的情況 議長童子偉和市議員鄭文廷 也一起趕到現場勘哉關心 我們明天剛好議會有派預備會 所以我們可以來提案要求市政府重新檢視全市各區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房子都在山坡上 因為我們金融就是地匣人蟲 所以應該全面檢視各區 各區公所應該來檢視一下 整個邊坡的一些安全角度的措施 有沒有做好 像現在的雨量都記憶很大 所以如果你沒有重新做檢測 確實會有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議長童子偉表示 市議會即將召開預備會議 將會針對山陀兒颱風的災害搶救 以及復救和未來預防減少颱風災害的各項問題 請市政府提出報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icked söz 時用歧注